终于2019年8月30日 由博木斯经意透过灾载溪税榜 详细解说进入最后大复兴后 食安教会会将会员人数的上限 设定为5,000人 至于5,000人以外的参与者 就只能透过网络 越Facebook、WeChat 及信息发布等方式 聆听食安教会的信息 以及与食安教会的领袖和部门联系 目的是让所有食安教会的大兄姐妹 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社大兄姐妹能够一直持守真理和圣洁 满足神的要求 成为宿灵的圣殿 让圣灵入住各人心里面 否则当人数远远不拘地增加 却无法得到适当的照顾 这样那些后来的参与者 反而会因为来类的护卫 颠污了神的圣殿 犯到会凌晨的同在因而离开 以下是至6,2019年8月30日 在载溪水旁的分享 我们现在所有系统都是按着神的心意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所有这些系统在大復兴当中 我们要选择放弃它 然后用一个神认可的系统 那一定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这一点要让大家去理解 其实神是预先给我们理解的 就是当来的大復兴当中 我们会限制住我们教会的人数 还有我们会照顾的人数只是5,000人而已 5,000人以外 他们全部都只能够在网络里面 即所谓网络里面 就是可能用很多不同的Facebook WeChat 是跟我们当中一些领袖的联系 然后在斯里兰卡、非洲、印度、欧洲 他们开始加聚、开始聚会 好像我们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教会那样 他们都是自己的一间教会 然后播出我们的主日广道大力 是这样的 所以变成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我们这么多十年当中所建立 可以将神的同在 和能够好易操作到 将这些的因果释放出去 这种的罪恶模式 就会消失的了 所以我们不会为了大量的人 而去让这些消失 因为我们本身的责任 不是一间戏院 就是去满足了观众的要求 我们是一个圣殿 我们最重要是满足神的要求 所以我们怎样 因为圣殿是什么? 因为圣殿是被神入住的 所以一定要满足神的要求 神才入住 如果你不满足神的要求 你沉污了这个圣殿的话 神的同在会离开 所以换句话说 为什么我会说 我们将在大复兴的时候 我们会限制我们的人数 只会在五千人当中照顾 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一 我们能够将过去的系统 我们就能够 绝绝有余应付了 等于我们教会当中 每一个人去跟进多一个人 吃菜那么容易 第二 当我们限制五千人 根本再没有新人回来 他们能否进来 去搞生意 推销 投资 或者是存销 推销保险 不用了 完全没有可能 而事实上 进来 然后走去做这些事的人 动机不顺正的人 我们都会赶紧走的 是不是会解决了 很多这些后续的问题 多得很重要 是不是 这个就是神让我清楚知道 我们教会当中将会做的 但是问题 我们会不会和其他人 完全断住来往 也不会的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 可以说 非常之流通 非常之快 非常之有效率的系统底下 其实就算连我们预备主日信息当中的 VO 图 都不在同一个公司 或者同一个地点去完成 我们都是 大家自己在家 或者一些人在公司 或者一些人在餐厅的时候 完成了 就用网络去传给来 所以就算我们整个 整传的主日信息 都不是在同一间房 或者同一群人 在同一个地方 去完成 所以何况你们教会呢 所以事实上我们教会 他其他的所有分会 都是用这种方式的 就是 他没有回到我们当中 他不是回到我们 香港这个地方 他在他们自己的地方 我们自己会有 主日系统给他们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可能 只是想入我们教会的 其他教会 都起码超过5000家 不要说5000人 是吧 那怎么照顾呢 我们就会用同样的方法 因为这些方法 我们已经超过20几年 都是用这个方法 因为 我们在加拿大的教会 都20几年 24、25年 所以 我们不是没试过 试过几个星期试过几个月 不是我们试过20几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系统应该怎么做 和可以怎么做 效果也好 事实上 任何牧师于2018年7月22日 已经透过精华短片 《天国道与一生果效》重新发出 分享到 原来早在1967年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斯坦尼·米尔格拉姆 已经发现六道分格理论 有称六人定律 西上任何互不相识的两人 只需要透过六部不同的联系 就能够建立起联系 意思是 在任何两位数不相识的人之间 通过一定的联系方式 总能够产生联系或关系 过程上 往往只需要双隔六层人物的社交圈 就已经可以做到 其中一个实验 是一位股票专家 将一份有关股票的电邮 发送给一名陌生人 他要求这一名陌生人 将这封邮件转发给另一位 以外炒股票的人 将电邮广传开去 异常不到 该电邮经过第六次转发之后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封电邮经被另一位陌生人 送回股票专家的邮箱中 类似的实验 亦都曾经历过无数次的验证 专家们发现 从信息的发出 到收回同一个信息 往往只需要平均六个人次的转载 就可以做到 读人定律 让无数人相信 世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概念 每个人都可以从胡不相识 变成产生联系 而六人定律 亦早已在保险及直销业中 广泛应用超过30年 换句话说 即使人们处身世界不同角落 但透过网络 只需要双隔六层人脈的双交圈 就已经可以接中我们 故此 到了大复兴的时候 即使使用教会只能够照顾5000人 但透过网络世界 全世界只是双隔六层人脈的社交圈 就能够接中我们 如此 他们就可以轻松应付最后大复兴中 大量的奔客人数 所以 大英姊妹必须熟习网络等工具 最终 网络必定会成为最后大复兴中 最有效分裂门徒及照顾奔客信徒的系统